邓炳强说什么?丹人害怕 我一向都说关外队是街道委员会的 大陆那些 想这个构思出来 以前你听过没有? 没听过的话 我们有区议会之后 又有民政事务处 又有社会福利处 也有很多以前叫做护委会的东西 就是说街坊里面 以前当然再早期我们有街坊会这些 这些东西其实是OK的 是不是? 街坊会我小时候唱乐曲 打楼打鼓 甚至几乎想光顺一下 没有的 我们小时候 但都是OK的 基层组织一定有的 现在就没有了 全废了 奇怪的 区议员又说黑暴 那你想去区议员呢? 连那些护委会你都废了它 照计是不应该的 分区委员会是护委会这些 虽然我不懂这些东西 以前当然都是 这些都是委任他们去做这些 就是政府委任的民间团体 这些呢 甚麽委员会 诸如此类呢 就港英留下的 就很早就有的了 那它是作为民政事务的一种 都没有坏 是不是没有坏的 甚至是学了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就说这个关外组绝对是不怀好意的 当日 因为它的出现就要代替这个区议会已经很厉害了 是不是? 美其明就说要服务街坊啦 那很快就饿死两个老爷 是不是? 有点智障的 即是说它其实 当然你说有区议会 区议会没废呀 是不是等于就没有这些问题呢? 完全不是的 就是 当然我们都不 什么啦 见到这些这样啦 其实现代科技发展呢 可能将来是要戴个手标呀 尤其是独居老爷多啦 是不是? 戴个手标这样 这些 就是你自己 自己 组织好不组织好啦 不是死了里面都没人知道呀 或者你的健康情况一有出事的时候 起码可以监听到有人上门 啊 死了没有啊 吴家产 你那老爷 把口不好啊 不好意思 即是呢 本来是没坏的 但是你搞干的都没坏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只不过是说 这层楼有多少个老爷 独居的 没人理的 隔天上门看看他 看着他 如果病放不了 叫他去医院 读如此类 就是不要叫 私人楼就没了 这个没人要啦 那个单位 那你供屋都不好啊 死个人在那儿臭了 是不是? 就是都不想后面的人住进去啊 那 而且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些 没坏的 我都说 但是你记得去年我帮冯健基做节目 他还愣有什么这样 哎呀 怎么申请啊 怎么服务啊 愣多意见 我说多咎 你看着来啦 全部没了谈 结果没了谈 民协还有几个区议员 没了谈啊 就是呢 我说这个就是关外队就是要代替区议会 果然一句说了 而且他是modern区议会 他不只是服务 他是监控 国内那些街道委员会是落到去 现在国内因为大屋苑已经好了 但是 你没什么好想出来的 共产党就是想起这些事情 就是要用这些这样的 街道委员会也好 这些这样的 所谓基层组织 去把控制落到基层那里 香港他更加是 是不是? 大家准备把铁掃把 铁的 就是街道委员会上来就掃把他 不需要打他 拿出来养 为你而设的 你老母 很自然的 这些事情 我们所谓有隐藏议题在里面 我一直都说的 比如 这个健康码 是不是? 红黄绿码 我们已经强力 去年强力 你说不是啊伯 你什么呢? 幸好我们屌都是行的 还有我们因为经济仆街 你搞这些事情 因此而没有人来香港 那些人不出街消费 那些死老东西去嘟嘟嘟嘟 是不是? 还有一堆老东西不肯嘟嘟 不去街道 这样呢 压力太大 是不是? 是不是? 取消了 念念不忘 以此法治控制住 那没有了这些决定取消了这个 这些鸿黄什么的陈马之后就要想一个方法 就是奸爱队这个方法了 好洗好用 是不是? 因为老东西多了 独居的 要有人看一看他 是不是? 一为神公义为弟子 但是你知道关国队就落到你每一个家庭了 你不是的 你旁边有关的队他都说旁边有个年轻子 两个父子在那里 两个儿子在那里 他们怎样? 那个儿子好像不出来的 是不是? 又喜欢穿黑衣服 有没有这些? 这些情报留意着他会不会变了远对抗 远对抗就是他不上班都是远对抗的小孩 不行 抓他去同关 抓他去这些 说过他自己说的 读个新闻你听了 你就明白了 好啊 好啊 你在大陆老的角度就是了 一世被人管的 什么都国家理 香港人不要这些东西 香港人是很讲究私隐的 老了也是 临老给你整队关系队来到 我身体不好 我打电话给你 你才来行不行? 将来这些事情不怀好意的嘛 这个政府这么好死 爱着老人死了没人理 读而此理 所以要整些关系队来看着他们 是吗? 是啊 我身体不好 排期排了两年了 都没做到手术了 关系队来帮你掉毛 你不就是继续排队 我跟你打电话追他 又是怎样 对不对? 增加资源 有什么残疾需要 你政府帮忙 老人 你以为李家超 别说李家超 这班AO他在想什么呢? 老人这么惨 这么惨 这么惨 样子又麻烦 香港又说人道什么性 最好怎么扔了上大陆 便宜漂亮正去东莞啊 现在不是安排呢? 他是这样 你会否很深? 说你老了 又多病了 我们找关系队关注你了 是吧? 怕死你短命了 人道啊 那些是不是这么惨? 当然不愧是 这么惨 带了他上去 拿政府钱 那些民建联 我们做中间人 工联会那些 丁秋北那些 安排了 生意来的嘛 我帮你拿中门那些 死了不报 你可不是想起这些东西 一向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传言 不是没有心 所有东西都有 Hidden agenda 你说你不是 你的心肠没有 不是我的心肠 他说出来的 关我队就关我队 为什么要找隐称出来呢? 他自己回答的 主要就是 这些什么议员呢 去问东西 一个青年发展工作 关注有远对抗思想的青年 问到保安局局长了 你讲什么都可以 叫到学校教育班教育好点也能 скор 但是他首先介绍有制服团队 现在有17万会员 去年升了 超过升了 我以为怎样 原来只有4500多人 增加到5700多人 原来那些孩子现在真的不去这些 以前很宝贵啊 去青年团 民安队青年团 七大 以前有防卫军 别管了 这些 总之呢 这些孩子我们那一代没有这玩意 现在怎会做事的啦 现在十多岁要去工厂的啦 现在很幸福啦 怕死你们没东西玩 是吧 有很多种制服团体 那就有个什么 作解放军那些 是吧 不要管了 你喜欢就去爆他 是吧 你不是只是去传统的同军 或者是同军或者 那个医疗辅助队 类似啦 或者是民安队少年团类似啦 少年警信就没人去啦 老老实实 据知是啦 你见他敢不敢搞活动呢 是吧 19年之后 其他的那些可以增加 是吧 你有没有发觉 少年警信有大堂大鼓 等着玩邓炳强去呢 开不了活动才算啦 根本就走光了那些人 好了 现在有六支纪律部队 两支辅助部队 筹办不同意团 陪育清你们的身心健康 正样思维 守法国家意识 爱国情怀 纪律团队精神 算啦 这些 当你是啦 但问题呢 而这个陆汉民立法会一议员就说 很多未能够接触 甚至潜藏隐蔽远对抗思想的青年人 喜欢穿黑衣出来 还有的 很有趣的 过时过节 依然很多人一身黑衣出来 那些弟弟很有趣的 他们真的不管你 现在的弟弟是这样的 拿着手机 世界跟他没关的 我只能够尊重 一代不同 代代年轻人不同 但是在那些老爺小爺的心目中 尤其是这些什么一议员 这些什么警察 他就说这批人很危险 不知道怎么会对付我们 好了 那他就说了 邓炳强 我们都明白 怎样 我们这些方式未必知道所有青年人 如果好像你说的隐蔽不出声 整体 政府不能够靠纪律部队接触青年人的 你知道就好了 结果是跟着 未来如关外队主动加仿 如果发现隐蔽青年可以鼓励他们加入制服团队 死了吗 如果发现隐蔽青年 看了什么WhatsApp 就是对抗和政府 监他们去 你说不会关的 你知道啊 这些人拿枪人做事 设定了目标 到时就监他们去的 是不是 就是大陆是这样的嘛 大家记不记得六四之后 突然间那一年 所有大学一人班全部都要去军份半年了 就是青年人了 他应付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 现在香港还未至于这样 但是当他发现隐蔽青年就叫他们去啦 问题还不是这里 问题是邓碧雄为什么突然间说关外队 关关外队一条毛巾 这个不是民警事务或者社署之下负责弱势社群 让人主动去帮他 尤其是取消了区议会民选议员之后 全部就信不过区议会那些吃蛇齿饼中拿利益的人 于是乎就要加一顿关外队的东西 不是 主要不是 这个就是情报单位直接落到基层 共产党19年之后 我真的觉得他锁了 他是害怕 我如果代入他我也会害怕 但是我们就不是很害怕 由他咯 暴动一下就好了 香港暴动一下有生气 现在死去尋不尋没有暴动了 现在 就是 为了就是这样 中间的人就想了很多事情 就讨好上面的想法了 我们设置这些街道委员会 是不是 动员基层 人民监控人民 是不是 终于想了一件事 借社会服务为名 关外队为名 深入去 喂 你不是做服务的 你深入到有隐蔽清廉都找他出来 原来就想了这些事情 邓炳强无忠 踢爆了这件事 读多一次 关外队有主动加仿的嘛 有机会主动加仿的嘛 如果发现隐蔽清廉 当然老爷搭过青年这个不容易的 但是旁边呢 那个老爷得够闲嘛 旁边呢 旁边又怎样啊 又没有老爷 那里有几个年轻 年轻都不动的 不出来的 跟着 你有所有资料的嘛 你住这些公屋什么单位 查一下这个家庭吧 老爷 咦 又不读书又不做事啊 是不是 这些小孩不行啊 找他出来 要他加入制服团队 是不是 就算不是 监控着他 这些有potential 第一出来钉石的 是不是 就是想起这些事情了 为社会好而已 是不是 香港不是这样的嘛 我都警告了啦 是不是 去年搞这些事情的时候 搞了那些红楼下的 我绝对是想起这些事情的 是怎样控制 因为社会在大陆搞的嘛 那么这些香港的契弟呢 这些港奸呢 他就只要将他加码 层层加码就这样了 他也没有什么智慧想更好的事情 就是想了一样这样的事情出来 是不是 总之大家就小心 准备定某个铁掃把 翌日就不欢迎关爱队来 是不是 除非那些脑弱病 还是那些 需要真理要人的那些 就集中力量去服务那些 是不是 其余那些人无事无干 你走上门呢 都要屌射他 还有呢 有事就不要说给旁边的那些 有关爱队去的那些 跟邻居听 任何事都不要说他听 你都叫他不要跟关爱队说 你个人健康以外 身体需要以外 福利需要以外 任何事不要跟这些关爱队说 这些是情报单位 人民情报队来的这些 是吧 共产党就搞了这些事情 现在拿来香港给你享用 是吧 刚才第一个话题就知道 为何那些中丑是要走呢 政府这么关心你 给不了好机会 你又多什么成 你没有人才给人才你 没有医疗给医疗你 将来你们有香港人回来 我们走的了 那些医疗撤退了 是吧 我们是临时公理 一定要顾着香港 这么爱护你 真是这么爱护你 那只金蛋当然是爱护你了 爱护那只金蛋 之余一定不可以让香港有任何风吹草动 所以我们要防范于未然 是吧 消灭于萌芽状态 就连这些都想定了 是吧 整定这些东西了 基层服务团体了 将来这些小孩 要做 监管你欠加制服务团体监管你也是会的了 所以你那些为什么刚才第一个话题 移民潮这么紧要呢 就是香港那些人走鬼了 就是那些专赞中业 九成是准备未来几年里面计划离开香港了 你都不愿意这些小孩是这么搞的 是吧 就算你是普通人 他要做宅男就有他了 宅男可以是很成功的 你看我德国人多成功 从小到大他都是宅男 名嘴KOL 都是一个生活 就有他了 他是自由 是的 其实我是贊成的 我也是独男 是独的 是吧 这个是个人的自由 关你什么事呢 关你郑敏强什么事呢 隐蔽青年就隐蔽咯 都要抄他出来 你本身的思维就有问题嘛 整个日本都不知道多少啊 宅男的名字都在那里学过来 人家只能够想想 怎么死都没人知道 想想这些就对了 是这么多 不可以说抄出来 软对抗 所以这些特区 这些警察自讲 他没什么要做 就想起这些东西 好了 多余了 多谢大家了 独眼龙 人眼独心 还独 骂完了 开始人多来看 不过算了 不可以这么长气的 是吧 关他肯定是什么 老人家需要关爱 那倒是的 是吧 真的遭到人了 刚才第一个话题 真是 大口捐 少年警察 习准信 我们小时候好的 有些什么 小孩没得玩嘛 现在有很多东西玩 是吧 那些小孩要做什么呢 弹琴也可以 踢球也可以 游泳也可以 总之很多兴趣队 幸福的现在的人 更加不需要这些制服团体 孙荣爱国 是吧 没钱就不到 好了 多谢大家了 是吧 黑仔强 暴仔松松 不要这么说了